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台 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的Full Review 那接下来所有的优缺点都建立在我个人的使用方式上面 反正我就分享内容你们可以自己来评估 大家有听过Pocket Cinema 4K 都一定知道它的优点大于缺点 那我列出来的所有优点中 有一些优点是你在深入使用后 你才会发现的优点 如果你只是玩完这台相机 你可能就很容易就忽略这些优点 目前我的摄影机是6.6的版本 那之后如果有什么更新 那就之后再说 我们先从大家都知道的优点来下手 第一个它可以拍12bit RAW 12位元的原生档案 你用单眼相机拍照 你拍RAW檔 嗯?没什么 但你用摄影机 别人就会问你 诶?什么?你用什么? 啊?MP4? 啊?MOV? 那如果你说你拍RAW檔 他们就... 反正你拍RAW檔 你的高光就可以很轻松的回复 你的调色可以调的很夸张 我有做一个Pocket CM4K跟Canon单眼相机的影片测试 那你们自己去看吧 Pocket CM4K的动态范围真的夸张 不管你拍RAW檔啊 甚至是ProRes Proxy 压缩档 它的动态范围还是超瞎 好到一个爆炸 如果你要比动态范围的话 你的Sony A7S啊 就可以直接丢掉了 根本没话说 如果你要拍RAW檔 你会想 诶?可能记忆卡要买很好 你可能要买CFest卡 那其实根本不需要 你只要买一张大概 70Mbps写入的速度 你就可以拍RAW的12分之1 12比1啦 就是 最小的 Blackmagic RAW檔 拖置空间整个都还在 你只要70Mbps写入速度的SD卡 你就可以拍RAW檔 而且是4K DCI 60fps 那除了拍4K 60p 你如果降到2.6K 你可以拍120p的慢动作 2.6K耶 不是Full HD哦 是2.6K 目前我觉得4K 60p 加上2.6K 120p 就可以打拼天下了 好用到爆炸啊 Pocket Cinema 4K 这是一台摄影机 那通常摄影机大概 最慢的快门 就是360度的快门 那这一台Pocket Cinema 4K 它最慢可以到五分之一秒 所以如果你要使用 内建的缩时摄影功能 你的快门速度 你就可以降到五分之一秒 真的 不会被限制在三十分之一秒 那种一格一格的感觉 你会有更流畅的动态 虽然这是一台摄影机 但是它的快门 还是有给你两个选项 它可以让你选择快门角度 或者是Shutter Speed 快门速度 所以可能 如果你是拿单眼相机拍影片的话 然后你忽然玩一下Pocket Cinema 4K 那你就有两个选项 可以让你快速适应这台摄影机 接着讲到光圈 它的光圈可以超级细微的调整 它可以1.2 1.3 1.4 1.5 1.6 这样慢慢的调上去 真的 你的曝光可以非常惊喜的调整 不像单眼相机可能2.8 然后就跳3.2 3.5 那讲完快门光圈之后 接下来就是它非常特别的多ISO 双原生ISO 那它的ISO原生有400 跟3200两个 如果在光线充足的话 诶 使用ISO 400 没话说 那在混亂的环境 你可能就不会使用500啊 800啊 这几个ISO 你可能就直接跳1250 因为1250的ISO杂选比800还要少 这很神奇的地方 但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如果你ISO开高于1000的话 你的动态范围会缩小 所以如果像这样子高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会爆掉 这台摄影机的自动曝光也颇厉害了 它有三个选项可以让你选 第一个是单纯的光圈 第二个是光圈为主 快门速度为辅 第三个就是快门速度为主 光圈为辅 它的自动曝光调整都非常的流畅 因为它的快门跟光圈的集数都非常多 那你会发现自动曝光的时候 它的ISO是固定的 那这样子有两个优点 第一个你的动态范围 就会保持在你设定的ISO的动态范围 你不会忽然动态范围变小 或忽然变大 第二个固定ISO的优点就是 你调整的光圈跟快门 其实都是调整见光量 而不是调整你感光元件的 灵敏度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有一点区别的 虽然你平常拍片的时候 你自动曝光根本不会用到 但是你如果在拍纪录片啊 或者是你进入一个反差非常大的环境 自动曝光 可以给它试一试 那接下来自动对焦 它的自动对焦其实对得非常的准 平常拍片的时候 你一定使用手动对焦 你不会使用自动对焦 但是如果你可能上稳定价啊 你需要忽然对一下焦的话 你就轻松按一下 焦就对得很准 很棒啊 反正功能给你耶 要不要用随便你 接下来这一个Meta Bones 转接环 算是优点也算是缺点 就因人而异啊 我是觉得算是优点 因为剪焦镜 它可以顺便让你镜头的光圈变大 你看这支51.8的垃圾镜头 装上来变成1.3 所以如果你拿着一支70-200 F4 小小白 你装上来 你就瞬间变成小白 F2.8 接着很明显的这个非常大的触控萤幕 我觉得这算是优点 我非常喜欢这个萤幕 在太阳下 我也没有什么看不到的情况 那这么巨无霸的萤幕 我对焦也非常方便 那它的对焦辅助也有两种 一个是峰值对焦 就是它会有红色边缘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你对到焦 它的影像就会变得非常锐利 如果你要非常间隙对焦的话 你可以直接萤幕放大8倍 超级大 你再没有对到焦 就是你的问题了 反正这么大的萤幕 对焦构图都非常方便 接着你要浏览影片的话 你这个触控萤幕也非常好用 你浏览速度非常快 你可以直接快速滑到影片中间 然后开始播放 或是你可以直接拉着时间轴 做一下慢动作啊 然后忽然做个快动作 可以这么快速的浏览我的素材 真的是让工作效率高很多 比起我的单眼 之前的单眼 真是无法办到的事情 下一个优点 如果你想要专心构图的话 你只要轻松的往下滑一下 你所有的资讯就不见了 你可以专心构图 那如果你要资讯回来 你也再往下滑 或往上滑都可以 你就可以让资讯出现 消失在一指之间 接着直方图 你在拍摄的时候有直方图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你在回放重播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即时的直方图 这个就 算是优点吧 接着我们来比一下开机速度 我们跟Canon 跟Sony来比较一下 这台摄影机还有一个非常酷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自己丢LUT进去这台相机 它内建已经有几个 但是你可以自定你自己的LUT丢进去 你拍RAW档的时候你就预览LUT 看你可以调成怎么样 但是你拍ProRes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烧进去档案里面 所以你的档案就会跟你的LUT 就直接砍入在你的影片里面 哇 超猛 摄影机上面有三个自定按键 你几乎可以设定成所有 你想要设定的东西 反正这台摄影机就是非常简单 有什么你几乎都可以设定在这里 目前三个自定功能我设定成 第一个是LUT 第二个是水平仪 第三个是 frame guide 2.35比1的灰色棒棒 接着手动对焦 你可能在非常昏暗的环境 你看不到上面的刻度 或者是你连镜头上面的刻度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就在拍摄的时候 你只要向右一滑 或向左滑都可以 你就可以轻松的看到 你对焦的距离 你就可以 诶?现在对到一公尺 好 接着这台录影机有两个录影按键 第一个就是好像是相机 单眼相机的快满这个地方 第二个是在这个小部分 那这个小点 通常我按到它的情况 可能是在稳定架或者是脚架上面 稳定架可能在低一点 然后我可能就是这样捏一下 我就可以录影 而不用这样子然后就失去平衡 让我的稳定架失去平衡 我可以这样轻松捏一下 我就可以开始录影 接着这台摄影机很酷炫 就是它里面有风扇 散热的风扇 就好像一台小电脑一样 而且它的风是从上面吸进去 然后从下面排出来 非常特别 那它的风扇速度呢 更新之后到6.6版本 它的风扇速度会跟着 它的温度来做调整 你可能温度 刚开机的时候温度很低 它的风扇转速就会低一点 这个风扇声音全速运转 都还是颇安静的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那它的风扇声音是比较高配的 所以你可能只要在Low Pass 你的声音在18000、19000以上 就把它消掉 嗯? 这就不是个问题了 接着这台摄影机前面 有立体声麦克风 声音超棒 所以如果你可能要 录个简单的环境 可能是像海啊 森林、树叶啊 走路声超好用 这里有一个Pocket Cinema 4K的 麦克风测试 你们想看就去看一下吧 接下来电池 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 因为电量很少 但我觉得这其实也算是一个优点 因为它的重量非常的轻啊 而且LPE6 你看看 我可以用行动电源来充电 如果你买一个V掛电池 你要去哪里充电 你还买一个 这么大的充电器来充电 这么小 加上一个行动电源 我一天 不好意思 我只要带5颗电池 我就可以搞定 那也因为LPE6的电池非常小 所以让整个BMPCC 4K重量 我整台相机加任何镜头 目前都可以压在3公斤以下 也不会撞到那里去 手持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在室内有插头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用12V的电源 你可以直接供电 加上帮电池充电 一举两得 棒棒 接下来 HDMI全尺寸 你就不用再去一些奇怪的店 买一个Micro HDMI 然后线坏掉还不知道去哪里找 这个 优质 然后到最后一个优点了 如果你买这一台摄影机 它就直接送你一套 一万多块的 DaVinci Resolve Studio 版本 一万块的软体 而且是买断的哦 你如果之后升级啊 根本不用再负一毛钱 在这台相机还没购买之前 我好久以前就开始使用 DaVinci Resolve 了 我从12版本就开始使用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剪辑软体 应该大家应该都给它一个机会去玩玩看 反正它有免费版本的 跟付费版本的真的没有差太多 那我在DaVinci Resolve 之前我是用 Premiere 但是 Premiere 一直花钱 没有拍片也要花钱 哇 直接烧钱 你的钱就一直烧一直烧 然后就烧光光 接下来缺点时间 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电力问题 它4K 60p 如果一直roll的话 它大概只能roll35分钟 那就是极限了 电力部分你要注意一下 你电池的伏特在右上角 大概在6.3就是已经是极限了 不能再低了 它就会马上就跳电了 赶快去换电池呗 如果你相机使用是负长电池 或者是比较老旧的电池 那个百分比就是给你参考用了 那个看伏特比较准 那电力问题 我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是你如果不想要关机 然后又一直开关机开关机 很麻烦的话 你可以直接跳到回放画面 这样子等下一个你要拍摄的时候 你只要按一下录影 你就可以马上准备好 你只要跳到播放页面 你的待机时间就可以超过50分钟 我大概测试是53、54分钟 就可以多很多 如果你没有要录影的话 准备待机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一直停留在画面 即时预览这个画面的话 你的待机时间可能就少了10几分钟 可能40几分钟就没电了 反正这个跳到重播页面 这个小技巧 阴忍而已 可能你根本不会想要这样子用 那就当作没说 接下来这台相机 跟火球一样 它超级烫 下面这个散热 这里有一个铁...铁格子 如果你拍摄10分钟之后 这个铁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烫 你只要手放在下面 你就会感觉你的手快烧起来 你就会一直流手汗啊 让你手湿湿的 有的时候还会烫到啊 感觉我感觉手都快烧掉了 但是它的设计这样 应该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可能上面会加麦克风 所以你不可能风从上面出来 那侧边它有两个内建麦克风 它也不可能出来 那它只能把风扇放在下面 那风扇放在下面就会烫熟 那你就买个提龙吧 那就是解决方法 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摄影指示灯 就是你如果开始拍影片的话 这里会亮红灯 我觉得这个灯 如果把它放到后面这里也有一个 那该有多好 可能常常拍摄啊 可能专心构图的时候不小心按到啊 或者是怎样子 反正就是有很多意外 发现我根本没有在录影这个情况 反正拍一拍 你也习惯了 你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的时间有没有在跑啊 或者是红色有没有亮起来 或者是红色棒棒有没有出现 你就够图够一扣 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在录 反正解决方法就是细心一点就OK了 下一个问题也算是有点初心的问题 就是它的录影键太容易按到 如果你拿右手的话 你可以走一走啊 不小心录到啊 那重点是 这是一台摄影机 它的档案是不能删除的 除非你格式化整张记忆卡 那解决方式也很简单 你就是移动的时候别拿右手 换到左手拿 诶 怎么样都按不到 那录影键两个都按不到 下一个问题也算是初心的问题 就是它的光圈也非常容易碰到 你可以拍一拍啊 然后从一开始可能光圈2.0 然后拍一拍怎么 诶 变成4了 然后越来越暗 那这台摄影机也没有什么曝光锁啊 之类的 可以让你的参数整个锁起来 让你不会不小心啊 碰到 然后你的数字就跑掉了 如果有可能 可能加个自动按键 可以让像帝的所有的参数锁起来 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下一个缺点大家也知道 就是这台相机破宽的 所以上稳定价 像我的 Ronin Amp 也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调整一下 反正就是稍微麻烦了一点 接着是麦克风的问题 虽然它录起来的声音其实颇干净颇棒的 但是 如果你录制一个非常大声 大声可能演唱会啊 或者是活动造势 哇塞 这个麦克风 握住不住耶 它的最大声压 SPL真的太烂了 只要大声一点 也不是到非常大声 不是直接对它尖叫 是就正常的 可能演唱会啊那种 哇 它就握住不住 我根本还没有 那个声音还没有peak 就没有到爆表 可是它的声压就已经 这个麦克风就自己承受不了 这个声压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播放的时候 它可以快转 但是它不能播放慢动作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 你就是拉着时间走 很像就慢慢拉 就大概看一下慢动作 反正你回去剪辑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你真的慢动作 反正你在相机上 你也只是看构图有没有够好 那个根本就不是重点 接着这个相机的外观看起来颇帅的 哇塞 这里有好多洞 这里好多洞 哇这里好多洞 但是到了清理的时候 你的脑袋就会炸开来 这么多洞你到底是要怎么清理 你吹球你要往内吹吗 还是你要拿什么 小刷刷啊 小刷子啊 乱刷 这些洞到底要怎么清理 也不知道 吹球如果往里面吹会吹到哪里去 会损坏相机吗 不错 接下来就是更新到6.6版本之后 我发现了两个新的问题出现 就是之前没有这个问题 现在铺管跑出来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要预览LUT的话 你拍摄当然可以预览啦 在之前重播画面你也可以加入LUT 可是现在它只有LUT跑出来 可是它其实没有套用任何的颜色上去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回事 第二个更新后才发现的问题就是在RECORD下面的 STOP RECORD IF CARD DROPS FRAME 这个选项 不管开或关 它掉隔 它都会帮你自动停止 这个选项好像有点故障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在更新之前如果你把它关掉的话 你就掉隔之后 你还是可以一直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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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就一直掉隔 但是现在这个选项又没有屁用 希望BLACK MAGIC可以把它赶快修好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BLACK MAGIC POCKET CINEMA 4K的 FALL REVIEW 完整详细的REVIEW 那希望这个详细的REVIEW有帮助到大家 对这个产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耶 希望我之后可以拿这个摄影机拍到更多的案子啊 接更多案子啊 拍更多的作品 希望 耶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找我拍片啦 嘿嘿 OK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当然按个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的影片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